由于戴着口罩这两天啥也没去 旁边邻居陆陆续都有中招的 所以这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 看了一下这两天新车的一些配置 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的 现在厂家容易减配的一个地方 我们以前聊到这个汽车减配的 都会说到什么钢板 然后尤其是很多朋友会注意的一个前后防装粮 但是很少人会注意的一个就是轮胎的一个减配 我注意到来一下就是同样一款车 可能两年前卖的时候轮胎 你配的是比如说是米其林的 然后现在可能就变成了土地市通 甚至有些更过分的直接变成了家通的都有 所以给大家聊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轮胎品牌的减配 比如说同一款车可能在上市的时候 跟你宣传的刹车距离轮胎 基本上都是用的像米其林的轮胎 但实际上你现在再去看的话 你注意一下 有些是没有标的轮胎品牌的 有些是你去买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你提车的时候 它可能跟你标的轮胎品牌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用的是其他牌子的轮胎 反正就是比米其林便宜 你想一条车上除了备胎之外 四条轮胎 一条轮胎如果能便宜两百 四条轮胎下来 那就能够省出这个八百 比它去减配那个房状连什么的 这一块对厂家都实在多了 而且风险也低 一般人家而且还不太会发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轮胎大小的减配 比如说之前跟你上的是像我这个是235的 或者说胎的尺寸有18寸或者19寸 但是真正上市的时候 尤其是中间一个小改款之后 跟你换成了什么225 或者17寸16寸的轮胎 就把轮胎轮毂整个这块换小了 轮胎也变得更窄了 这个减配减下来 就比换品牌可能能够省更多 一个是轮胎窄了之后 确实能够省一些 第二个就是轮毂小了之后 它也能够省一些 只不过这个减完之后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你的轮胎 可能它这个车的调教的时候 它的参数是比较优秀 但是你轮胎减配了之后 它的参数比之前调教参数就差远了 我们参数一个底旁不够轮胎的时候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现在轮胎也把它减配了 那么它跟原来调教了 它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这也是我发现这一两年 尤其是今年的市场不景气之后 有些厂家在这块 开始动一些外形式的 第三个就是备胎减配 这个你可以说它减配 也可以说是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 反正我发现现在不配备胎的车 是越来越多了 而电车新势力 基本上都没有备胎 就是给你放一瓶补胎液 我之前给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说实话这个备胎确实使用场景很多 但是真正能用的人又很少 因为很多人不会换备胎 而且你其实会换的话 你那个备胎又像我这种全层的备胎 你根本弄不下来 很重一个备胎我撑过 六十几斤你根本干都干不动 所以既然你又不换 那我厂家不如就给你直接减配了 你想少换一个备胎 抽纸清了 省油了 而且这个备胎的费用太省出来了 但是这个备胎我省掉之后 有没有在我买车的时候 把这个备胎的钱给我剪掉呢 这就不好说了 也就是说这也是这个厂家 通过这个方式 节省成本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 你也可以认为它是减配 所以这就是目前 我看了一下 尤其是到了今年下半年 这个汽车市场不太景气之后 很多厂家都开始 从造车成本上去节省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节省方式 而这种方式的减配 又做的比较隐蔽 一般不是特别对汽车比较在行 或者对这个车的上市的时候 数据比较了解的朋友 很多人基本上不太会在意的 你去提出的时候 有谁看过轮胎吗 有谁在乎过他之前的参数吗 对不对 反正一看一下没什么问题 我就提走了 这也是厂家在这块做的 不会让你觉得反感的一件事情 而他们确实可以建立成本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减配 你是怎么看的 你是觉得厂家也是不得以为之 还是确实有点不讲连性了 就是厂家的总终 还能不能够